才結束大陸拍攝的宰宰周玉銘 出席超級名模大賽活動 校稱大概是自信超過180 所以才有機會跟模特兒攀上鞭 同時也很鼓勵年輕人勇於表現自己 當滿18歲就可以參賽 但意外的宰宰對於18這個數字 有另類的敏感度 18這個數字其實在我們人生當中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數字 代表的是我們的18歲成年裡的象徵 你剛剛那個手勢是 18啦 沒有錯 那相信我們在場的 現場請到上屆的模特兒站台 差不多只遮住重點部位的超模 讓宰宰視線只好放在男模身上 但想不到男模更讓他傻眼 哇塞 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還我上半身就滿可憐的 對啊 那沒有一台正常的服裝給他嗎 真的是卡鏽 沒有啦 筋背不夠 筋背不夠 宰宰現場接受挑戰戒美帳更裝可愛 被小鮮肉跟嫩模夾殺 賽事結束有種鬆口氣的感覺 要擦看一下嗎 噢 馬鱸不好看 馬鱸不好看 大家都關心的終身大事 宰宰有計畫了嗎 我一直都會有計畫 但是這事情就永遠都在變化 自己每一天自己的心情 每一天的計畫也都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有一天 一定會準備好去做這件事情 這是肯定的 但哪一天說不準 YES娛樂新聞中心 台北報導 有什麼 他本身的 後再次 的